在岛上训练的日子 部队行进一样要唱歌打数 不过他们唱的这首歌 叫做高灯之光 这首歌是岛上振战干部 全新创作 写词的灵感来自老前辈 汪喜田的事迹 歌词的意境就是 栽入于汪喜田 他相关的事迹 比如说他这个纪念碑里面 描述他战哨的时候 他听到暗交边 有这个木团的碰撞声 然后去搜索 所以歌词里面就有 暗交边黑影蠕动 然后前进时奉搜索的 这个描述 在起伏剧烈的高灯岛 唱歌打数走到训练场 其实没有练过 会跟拍摄团队一样 会喘到说不出话 何况还要搬重物 在岛上的日子 就是可能会有 煤车可用的时候 这时就要人力搬运 不论是弹药武器 还是各种生活物资 才上岛短短半天 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座岛上 真的很难有人过胖 因为这里的路太难走了 要天天这样上下来回 一定都会有跟我们一样 想问问我是谁 我在哪 而且岛上任何东西坏了 官兵们都要自己想办法 夏天海中的小岛冷气故障 没有比这更悲伤的情节了 不过没有关系 岛上就有一位会修冷气的高手 它原本是外机的主机板有那个壁虎爬进去短路 一打开就一直干湿了 主机板烧掉了才需要换一块的 小动物跑进户外机导致故障 在偏远的小岛很常见 但要等到本岛或是麻祖厂商来到高灯修缮 除了成本很高之外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人能上来 所以岛上有人会修 那就自己动手 现在天气这么热 能越快修好是越好 但可以让同仁可以尽快地 吹到比较凉冷气 要不然现在又因为这边 这边是太阳直接照射到这个屋顶 然后它的窗户对外又没什么对流 它风对流不好 所以它其实屋内是很闷的 高手在高灯 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因为这里除了有人会修冷气 还有人会修车 这俗称铁牛的农用车 是协助岛上物资运送的交通工具 但它已经故障一段时间了 之前没有人修得好 这一位来自民间车厂的技师 三两下就找到问题 我想说我有学过这项技能 所以我来试看看这样 后来我拆下来之后就发现 刹车来的一片有严重的脱落 所以导致刹车不够力 因为它也没有特定工具 因为它是需要一些特殊工具 才有办法维修 因为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想体验不同经验 就从云林自愿来到这个小岛 也爱上了这个岛 他选择留下来 扛下了全岛车辆的保修工作 我们岛上工具比较缺乏 零件要上来也比较慢 对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 然后后来我们有叫零件上岛 然后工具还是没办法马上的 获取那些自私的工具 但是要在高登岛上开车 没点本事风险值会很高 岛上的道路很窄 加上许多地方不会天天有人走 路况和树况都不容易掌握 尤其转弯还来个大下坡 坐在车上其实很刺激 第一次开的话 其实蛮紧张的 因为那个一个弯没有转好的话 你就会往悬崖下面掉下去 我们队上在挑驾驶的时候 会先看他平常在民间 有时开什么车 我平常有时候就是放假回家 会回部落 因为我们家就是在做农的 所以这边的路都跟高登差不多一样 所以刚上岛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好像来到部落一样 游圣洁说在高登开车的秘诀 就是放轻松不紧张就好 听他说开车很简单 但听他说着从高登 回到南投老家的路程 就很复杂了 从高登这边搭客船到北干 然后再从北干搭飞机到松山机场 再从松山机场搭捷运到北车 台北车站 再从台北车站坐高铁到台中高铁站 再从台中搭公车到埔里 南投埔里 埔里的客运 你以为结束了吗 他要回仁爱乡的路其实还有一大段 客运他一天只有两班而已 早上一班跟晚上一班 但是我那时间点回去 都已经晚上七八点了 所以是没有客运的 所以会在埔里睡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早上五点的客运 再搭客运到部落 别说放假了 要从台湾本岛收假 一样是有点漫长的过程 我家住南投 我家住基隆 然后我今天是从高雄出发 因为我家也住在凤山区 刚刚从屏东坐高铁上来 不管家住在哪里 都要先到松山机场报到 再搭飞机往北干 这里是北干宾宾馆 是我们搭飞机 收假回来休息的地方 提搭北干还要再等一天 才有船可以送他们回高登 高登队这群官兵来说 就是第二个家 因为他们在岛上的时间 会比在本岛的家还要长 所以队长告诉我们 他很努力在改善岛上的生活品质 官兵们最有感的 是岛上的手机讯号变好了 就很奇怪 就很像朝圣一样 那个点就聚集着一些人 然后拿着蚊香供着 冬天更惨了 可能就是 大家都反寒大意套着 然后去看一下 哪边有网路 这说的是改善前 那时要滑手机就要找角度 现在有了新的基地台 岛上官兵要跟家人联系 就不会连线卡卡 中午吃饭吃一半 突然停电 这不是岛上的发电机停摆 而是发电机组 每六个小时 就要由人力断电切换 这是要确保发电机组 可以长时间正常运转 我刚开始来这边的时候 也要学习怎么如何 切电啊 造水 四部发电机维持着 整个岛的电力 队长告诉我们 他们要靠油来发电 靠电来生水 这个让弟兄可以用干净的水 那不会用到雨水 或者是说水库的水 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我的水也有了 我的电也可以供应 他们平常的需求 海水淡化机满足了岛上 最基本的用水需求 这是用电生水的最大宗 但是要把水从海淡厂 往上抽送到生活区 就要靠这细细的水管 我们从海淡机到最上方 那就是落差将近170公尺 那我们因为解面机水流 解面机的问题 再加上匹配的马达 所以会 为什么会用1寸的管子 是因为我们这样压力 才打得上来 水管不是越粗越好 还要考虑水压问题 但这岛上真的一滴水 都不可以浪费 到处都有大水桶 这是在收集冷气运转的 冷气水和雨水 这些回收水透过自然沉淀 就是官兵们洗手 清洗物品时可以用的水 从之前老兵回娘家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经验 他告诉我们 大王爷庙隔壁有一个水井 我们可以去那边找看看 还真的找到 有备用的水井外 其实岛上还有一座 早年新建的小水库 只是因为没有过滤设备 所以这些水都是紧急时 才会考虑使用的 把这边当家 你有什么需求 跟我们更不讲 我们来想办法 让你可以更适应这边的生活 生活条件变好 岛上的幸福感也大大提升 这里要告诉大家两件事 一是破除留言 谁说离外岛 没有篮球可以打 第二件事是再次证明 高手再高登 因为岛上有一位 HBL高中篮球联赛的选手 而且他不止会打球 喝杯蓝眼泪 果汁特调 等待晚上的高登蓝眼泪 其实蛮饼蛋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是很漂亮 我蛮冷静的 看蓝蓝眼的次数太多了 就是他们在战哨的时候 在晚上的时候 如果遇到高的蓝眼泪 大发季节 其实都会看到 那看久就习惯 蓝眼泪是马祖的观光卖点 但是高登铁汉 却看到快舞感 甚至会怕蓝眼泪爆发 因为这代表着 风浪可能会转强 会没有船可以下岛收假 虽然物资不是很丰富 但是高登岛上的伙食 却拌得很用心 即使是罐头料理 都会求新求变 所以我就是要去试着做改变 像我有用牛肉罐头 做过黑胡椒口味的 烘饭或说咖喱烘饭 我们每一餐每一道菜 要怎么去搭配 不管是从它的配色 或者说是它的食材卷用 对 然后再来就是 烘饭的方式 我们要尽可能避免有雷头 罐头的使用性 对我们外道来讲 其实算非常方便 因为它减少我们许多烘饭的时间 而且桥味我们也使用过多桥味 然后搬 搬到这边 坐我来 坐我来 高灯岛上还有个烘焙社 会不定时的推出各式西点 让官兵有更多吃的选择 反应最好的就是 刚刚做的清风蛋糕卷 就是会有什么黑糖糕 或者是饮料类的都有 没有法婆会专程来替官兵们剃头发 那就官兵自己动手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 不太敢让我剪 可是后面就是可能 有些人待比较久 然后就会试着让我剪看看 那后来就是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比较愿意让我剪 没有理法部 那就只能相信自己的队友 不过岛上有个小小的营战 在不太方便的先天条件中 创造出一份独有的幸福 这种氛围感觉 会让我们彼此更有那种革命情感 那再加上我们属于外岛中的领导 岛上没有居民没有店家 所以我们其实岛上的所有同仁 都非常的非常近 非常相近 同岛一命同心协力 独立作战自力更生 这些都只是口号 但是在高登官兵的心中 却是要认真实践的信念与价值